過年前人人都想買樂透釋手器 拚個大獎好過年 一名王小姐來到位在龍江路的 這家彩券行 看到一張公告決定敘釋手器 看看這張公告多麼誘人 店家購置2000元光光樂整本 只要半價15000 王小姐說要買一本 購完之後發現中了16980元 但是拿去對獎 店家卻只給他1980元 王小姐進一步詢問 店家則是回覆 另外一半折扣的15000 要從財經裡面扣 王小姐越想越不對 認為根本就是店家 欠佔獎金 並且向台彩公司申訴檢舉 台彩查證署時 並且給予採券行 停機三天的懲處 如果再犯將持續開罰 累積滿10天將取消販售資格 不過對於這樣的行為 其他同業則是認為 這是不能說的潛規則 根據業者分析 疑似購買整本刮刮樂 在沒有重大獎的狀況下 獎金回報率為55%到60% 店家在賣出時 會先收一半的費用 對獎時再從採經折底 原來可以充銷售量 還能賺對獎一張兩塊錢的獲利 這已經是老顧客中的前規則 只是這回業者 光明正大貼出公告 又沒有仔細說明 導致消費者誤解 也難怪到頭來惹得一身心 記者有家明星文祥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